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芒果酸辣魚 回族牛肝巴 酸板豬 這些料理哪有可能出現在一間餐廳裡面 還有這間推荷飯每天晚上到晚上才開始營養 近年每天都客滿 還有這個韓國料理 一到延長時間就絕對讓你排不完 到底它有什麼樣的模擬 這個生氣味跟三伯雞 看起來是不是很好吃 不要看它這樣 一起唱一個天大的美麗囉 先不要跟你說 繼續看下去你就知道 還有這個好事走大家最重要 今天在這裡三多商圈 大家都知道三多商圈好的料理有800塊 今天就要推薦我的心目標最快讓大家知道 再帶點衝心會 快點走吧 這間韓國料理店是由韓國的發酵 李老闆跟他的媽媽收藏廚的 老闆希望讓客人覺得 像是到了韓國一樣 所以店來實在 調味料 餐廚還有還有蔥紅白色 幾乎都是從韓國來的 好結果 他想要用作出 沒想到餐廳這兩家 有所謂的養餐所在 所以他將這間店合作實斷 希望在這裡養餐的人客 都可以很輕鬆的開工吃飯 今天很開心來到我們高雄的文化中心 這裡附近有一間真有名 也是很好吃的韓國料理店喔 現在現在就來歡迎這間老闆娘 女老闆娘 老闆娘妳好 妳好 妳好 老闆娘妳怎麼聽到台語 妳聽得懂台語嗎 一點點 一點點 她真的是韓國人 韓國人 所以咬一下就是韓國語 不要跟我們一樣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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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來台灣這邊多久了 快二十年了 快二十年 是 老闆娘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桌面上這邊的菜嗎 OK 好 那這個是烤肉 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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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膠耶 是 為什麼 這個是鐵盤 它有個好處是 它其實它這裡還有一個孔 對 那這個是很健康 它這個油脂都會從那裡掉出來 只吃它的肉 不吃它的油 這樣子等一下就是翻一翻 把它翻一下 然後肉大概熟了 熟了 對 顏色 看一下熟了就可以吃 沒有了 好香喔 是 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那像我們韓國吃的時候 我們這裡就是包一些肉 包肉在裡面 是 包肉在裡面 然後你也可以夾一些菜 夾一些菜的味道 那這個就加加一點這個 這是韓國的豆瓣醬 豆瓣醬 對 它是有一點辣 然後又有一點豆的味道 然後鹹的味道 鹹的 它比較有味道 味道還好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很燙 很燙 這個 這個我沒有看過 這是什麼 這是韓國的拌粉條 拌粉條 是… 那它吃起來比較Q 粉條比較Q 其實這個也可以去拌白飯 再吃加辣醬也很好吃 又來… 辣醬又來 是… 那就是必須要有的東西 有一點像冬粉跟脆藻 可以嗎 它比較QQ的 是… 來…還有… 桌面上太多東西 這個這個 超馬麵 超馬麵 好鮮喔 對… 海鮮甜 對… 而且它跟那個… 因為辣椒醬本身 就有那個海鮮醬 是… 好甜 對… 剛好去搭那個辣粉跟海鮮 它那個炒的技巧也是很重要的 這要炒啊 對… 適用炒的 它是把所有的菇菜跟海鮮都去炒過 把那個剛好鮮味出來的時候 再去加高湯 加高湯 是… 是… 老闆說他從以來都相信 只要他打命 一定可以讓客人在台灣 就吃到道地的韓國風味 也一定可以讓自己家鄉傳統的料理 在台灣發揚光大 現在看到他經營這麼多出色 有打拼 就有生酒 也真的讓我們看到一個 活生生的典範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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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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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 一定要來吃喔 各鄉有很多美食同人知道 日本料理也很不太便 但是我們很難得有像這間 用架頭的風險空騰好日本大麵店 而且這間店又在三多商圈喔 還沒到養長時間 在在三多四路店頭的這間拉麵店 有一間出現一位南球的前線 店裡面揚不停的電話 還要喝完熟練的準備 一包還有一包的外送 還有人可以拜堆當好 和揚餐的開餐廳 讓人可以將是不記得 生活中的歡迎 請辦上來好好吃一碗拉麵 要很開心 要來跟我們三多商圈 我們不用說的 就同人知道 同人而認日本拉麵店 另外聽這位 就是我們的鼎鼎有名的 許老闆娘 老闆娘妳好 妳好 歡迎妳來 謝謝 謝謝 高湯都有看到我們的湯 那個高湯的湯 是 超大湯 差不多一家的湯 多少湯 應該三湯沒問題 聽說有很多國外觀光客 來到這裡一定的金額來我們的拉麵店喔 真的喔 年紀本來也很喜歡吃我們的拉麵 對 現在的師父的拉麵 在在甘蔗林園 充滿典型的腰荷身中 一碗吃一碗的香腸 讓客人吃了一碗的麵麵 就在他的湯頭 老闆娘沒有加味道 而且用結算的豬骨 老闆娘 鵬哥 紅菜頭 牛餐和甘蔗店 四十幾種食材 用大鍋下去烤超過二十四點間 烤到豆腐都出去了 湯頭鮮甜濃郁的滋味 簡直都讓客人吃到一滴都沒出來了喔 他的麵條都是從日本進口 吃通的手工拉麵 好看特別的湯液Q化 還有嚼勁 全台灣跟他們有 又沒有做外銷喔 除了完美的麵條以外 還有番茄、地獄、翡翠、咖哩、墨魚 甜甜菇仔中口味的麵條 可以選到喔 我試吃應該會好 好 麵微辣喔 嗯 超Q的 而且 它的麵啊 它的形狀跟我們台灣的麵不一樣 回甘 美味 美味 日本水餃 麵好Q喔 它像皮筋一樣的 不會有彈性 對 有彈性 對 你看那個肉喔 真的是大高湯的鑑鑑鑑在一起 對 對 有味道 其實不要沾醬也都很好吃 對… 它味道剛剛好 豬耳朵 對 人氣 人氣的產品 人氣第一名對不對 它最最好切 它還有咬裡面有骨 咬起來切切 對 很好吃 好香喔 對…很好 跟外面不一樣 其中最喜歡的雞腿拉麵 有白色的豚骨高湯 裡面有叉燒 魷魚 鮑魚片 蔬菜 湯頭喝起來很爽口 甘甜又不會浸油 拉麵吃起來有蛋白清除雞蛋麵 口感很軟又不會暖 配上鮮肉粿半熟食再加錢的雞腿 吃下去 讓人對新歌底 就感受到幸好的滋味 奶油拉麵 一樣是用豚骨高湯做湯底 加上一袋金黃色的奶油 奶油在煮滾的奶麵湯來 慢慢沾起 有白色的湯頭 也慢慢滴著淡黃色的湯 喝起來不夠只有奶香味 又很像玉米濃湯喔 看著老闆牛 每天搭板到這麼嚼勁味 滑滑滑滑在一起 每一桌的人客 就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一間店家 可以讓人再次關連的原因 老闆牛對股客的用心 就像對湯頭的品質的要求 那麼緊張 真的不能嫁 嫁也不能真 有用心的湯頭 一冷就可以喝到新歌底 來到三多路 若是沒有帶來吃一碗拉麵 這真的是對不去打的耶 看這間有泰式風格的中風 我們到這裡一大道散熱量的料理 除了泰式料理以外 它還有道地的緬甸和雲南料理 另外這個三杯雞和鐵板豆腐 哪有讓你流水呢 我們以為它會這樣 它是趁著天大的筆筆喔 我們想要知道 繼續看下去就知道囉 這次保障台灣人民健康的一大步 2009年1月 市內工作場所及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無需全阻 違規吸煙者最高罰一萬元 為張天明顯禁煙標示 或提供煙灰缸打火機 業主最高罰五萬元 記住 這不再只是勸阻而已 無焉台灣 Yes! We can! 為父母 Girl 就會連煙在這裡 完全沒有燃焦 不好 駕造 絲 kon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山二路 我们都很兼项哦 我们要坐回机的到台湾呢 准备好了咧 去走咯 在中山二路 你会发现这间外观别具特色的泰式料理店 他们们把店头有付出的作形 谁没人走不去 好像真正清晴到另外一个时空的样子 店内对中红、保底、菜肖的餐点 都能让你感受到浓浓的异国气息 里面的摆饰几乎都是来自泰国 对木丁、大金不爱付上 甚至是到威延的丢火丁丁 都能感受到老闆的用心 老闆的老闆是冬草行为输涼 加香菜稀的口味 就跟几个朋友一起来开这间泰式料理店 今天要很欢迎来到南台湾 这间真的是舒适 很牌齿的像这一国情调的餐厅 在旁边 现在为了这间餐厅的主人 王老板 王老板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今天今天要给我们介绍 在读名上是这几项菜的菜 可以 这项是 像芒果酸辣鱼 我们用鱸鱼先酥炸过以后 然后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配料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台湾的青芒果 这个是松阪猪 是属于云南菜 我们用这个松阪猪然后烤 香烤以后我们来沾我们这个云南的椒麻椒 非常好吃 这位置本身是 小于云南的佐料 佐料 纯正的佐料 很纯正的 本身它的肉质很嫩 很鲜嫩 对 我们在腌制过程是有加一点蜂蜜 然后沾一点这个 成年的那种甘 纯甘的那种感觉 而且像坦德鱼可以说的 这味或这味很香 这个是牛肉干 我们叫做牛肝吧 先香炸 先要过油过以后 再把它腊炒加一些大蒜 加一些姜丝了 来下次炒 非常好吃 回族的云南人 他们吃的牛肉干 他们都在山上 有些牛肉都要腌制起来放 所以就发明出这种菜 泰国菜来讲这个非常有名 咖哩螃蟹 有咖哩的材料 它有做像滑蛋的样的 有鸡蛋的蛋清下去调制 然后做成这道菜 这个泰式青醬左小卷 是中的焦白 前面的青醬 不是让一般听到的九层塔酱 它是碟酸的泰国青辣椒 便虽咖哩螃蟹 点点是在最先的酱汁 皮起来的味道 但没有酸酸香香 有一些香味 不过吃起来 嫌多不太香 而且很爽口 配上Q弹的小卷 吃起来真的是 不一样的好煮味 没手起来 用心经营这么多年 早期不敢做君 来台湾竞胸 经历状的困难 一直到现在 只能说是泰式药理的指标 老板对台湾的爱到累穿 由长天里面的料理 就能收到 因为老板是缅甸的华侨 所以在地理环境上 可以接受到很多 甜品的料理 也因为这样 长天的菜式 变得到地 也变得到独门的风味 快来试试 你知道吗 小卷业业业要带大家去吃 生蜜蜜 三杯鱼 这有什么特别呢 当然不能跟你说 对我来去吃你就知道 在这家吃饭 大家一天都会问 刚才吃的跟真正是素食 一位客人说 他来这吃滚年了 将来都没把这 当作是一间素食店 而且带前面好友来这吃 大家也吃得很开心 完全没想到不良的问题 有个人说 他可以让更多人 可以吃素食 所以他做要很多研究 还有很多很多种的调味料 看不见用什么样的料理 这可以将草菜里面 常常用到的蒜头 和酒 这些味 用到的素食料理 挑配菜 吃了很多种的 这种选择的方向 跟着味道的比例 老板说 他这么要用心 在挑配这些素食的料理 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 都可以接受素食 不要有传统的关联 因为素食一定要很清淡 还是一定要有很重的菜味 所以他一份一份 慢慢研究 就是希望人家 可以更加加他吃素食的料理 这个生肥意味 是用醋 豆油 糖 丟着鲜的酸甜酱 老板用豆会快炒的隔壁菜 加米奇酸甜酱做勾芡 米条亂 吸着酸酸甜甜的酱汁 跟菜脆的高丽菜 整会吃下去 真的是亲手在 每个人吃小吃 生肥意味的味道 另外 这个南瓜瓦寶 是将整个南瓜 蒸好小后 用它的果肉 加米奇 奶油 椰奶 还有香果头 甘蔗 昆布 丁丁 烤四点煎的蔬菜高汤 跟滚了中的菌菇 隔壁菜 豆腐丁丁 做会练习控制 做开有点像南瓜小火锅 喝起来的汤头 戴上浓浓的奶香 跟南瓜的香甜 非常浓郁 又好喝 打起来 嗯 你们这不是三杯姬吗 对啊 为什么它没有那种鸡肉的草味吗 我们寿司的东西也没有草味 不过它是三杯姬呢 而且它的味道很熟 对啊 它要做得很熟 因为口感真的煮得到 我们说草的三杯姬的味道 一模一样嘛 对 陈湛哥你好 你好 听说你要给我们介绍这个 臭豆腐的故事 是怎样 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这有一个病毒 我们的买这种东西就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 在那里去看电视 臭豆腐 说有多年流行 很多人在买 他吃完之后 他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 他不敢把这个臭豆腐 做得很道地做出来 他们朋友吃完之后 吃完之后 做一个 这个麻辣臭豆腐 通常比较好吃 所以说到这样 是不是我一定要来吃一口 对 因为它很香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我们当初要在这间店 第二就是要吸引 更多的吃云的客人 来喜欢上素食 很臭啊 很臭啊 臭不是香 它的乳汁都滷到里面 都滷在里面 他吃了他的那个口感 一直在嘴巴里面 他会双气 虽然现在大家都在提倡说 吃素要地球 不过大部分的人 对素食也还有主观的刻板印象 这间店的老板 完全可以了解这种的心情 所以就把各种 在这种车盖 首区一直的料理 改成素食 这要有多少勇气和意料 只能坚持下去 它就做到成功 而且是在这十几年前 老板就开始开发 这才能让人 真烫的素食菜式 今天呢 今天非常欢迎 也是非常感谢 我们的陈大哥和陈大姐 还有我们的幕后灵魂的 陈大姐 就是这个 他给我们发明了 就是意识和价格 好的素菜 今天非常谢谢陈大哥陈大姐 谢谢 谢谢 这天晚上九点担鸟 才开始营养的推荐文 大家都做完虚拭哦 甚至有的人 为了他又特别腰部 跟九点担鸟吃胺囊 他到底有什么特别魅力呢 你看这个一口粽 不要看他小偷肉 他开始是麻痒稍小 五脏俱全哦 想吃看这些缰分的美食吗 待会就带你去看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身体像云一样悠闲 素变没了 变蜜也没了 还干净了 人也漂亮了 八本通完 八明通啦 他第一次翻身 那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 就非常非常高兴 那我这比较印象中是这件事 这件事 还有他第一次认得我的时候 我这是买的 谢谢你们 第四集 第二集 第一集 ,第一集 這間肉粽實在是有驕傲的唷 唯大了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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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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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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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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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吃看看 這個店長從民國八十六年 賣到現在已經做了十六年 老闆本來是在賣碗粿的肉粽 因為看到很多小朋友來吃肉粽 都吃不到一半就飽 在想說重點來的肉粽 該用像小巧精汁的一口粽 讓大了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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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都能吃到美味的肉粽 還不太多 老闆把麵粽煮好的麵粽 先去到大的圍裡放好粽 再加上一些粽的麵粽 掛起雞仔店頭 讓電風到冷氣蒸給亂 他說稍稍要拿出來馬上蒸給亂 滋味的粽子裡面配料 撈得更好 這樣吃起來才會Q 兩個包粽的滋味 是用蝦米、紅蔥頭、豆油、糖、羊 這些配料炒出來 它的肉不太油 而且滷得更濃 讓你吃起來不覺得濃濃、濃濃 整個肉粽吃起來很香、很夠味 讓我們吃過又會念念不完 盧老闆,你好 對,你好 我是瑪瑪 你好 聽說我們這邊的粽 一口粽 大高雲地鼓最有名 大家是吃到吃一嘴 你吃過絕對不會幫你放下去 我們這邊的粽子比較Q 我們南部的粽子一定在Q 我們這邊的粽子比較Q 尤其是小姐都很愛吃 我跟你說 廢話不用說 他現在就要來試吃 對,對啊 好 然後我來炒一口 好,試吃看看 這隻是一口粽 這是土豆的 這發生重的 真的是一口粽 好好吃喔 你說香的,它的味道很入味 因為我們的米已經過炒過 所以它跟所有的粽子都已經入味了 所以每一粽都是有出味 老闆,你還有有提醒 如果大家來這裡吃招牌 他們也可以吃什麼吃 其實我們的肉粽 每一粽都很好吃 很特殊 你如果廚外郊遊、利盛 你炸一粽 你出門不用炸人物的調味料 很方便 炸的就可以吃 我們的東西 還在裡面你們去吃 保存 讓他們的鮮度都保存掉 如果你們不用怕去吃到防禦劑 對我們的身體有比較好 看老闆跟大姐的牛仔保長手法 真的是蘇良讚嘆不已 老闆牛後 這樣的速度已經算是萬一了 如果剛才有一個時候 沒有提前兩個月預約 你還吃不到 老闆說 今天是一天 他們就要賣差不多五百塊的肉粽 因為是五千塊之後 差不多一當中 就要包三百塊之後才會符合 這樣一個原料實在 更平均一口中 你怎麼會待不來吃看看呢 看看 肉粽飯你一定都吃過 但是這間在晚上九點 還有在營業廟 一開門的裡面人都看不看 這年熱門的店 在台湯不知道呢 在新中路電腦的推購飯 老闆的店都是早起八店開始準備 他們算是在按時八店才開始 九點飯才營業喔 你看九點都還不夠 店裡面由他們都坐媽媽 當好要吃飯的人客了 到底他們的料理有什麼地方 這麼要吸引人呢 他們的推購飯是先從第一口頭的肉 只要三分熟 只要放在滷吃裡面滷有點煎 老闆說一開始滷推購飯的時候 因為煮的時間比較久 圍裡常常會炒火燙 所以就常常要研究 表現在圍裡普遍一元的感覺 不可以以後 圍裡的炒火燙 還可以加甜蜜蜜肉的香氣喔 看這位煮到軟的蜜蜜肉 裡面有豆油、鹽、胡椒跟鑽醬 完全沒有任何的香料喔 這個煎魚燙是用炒火魚的燙子 老闆說 全台灣在晚上不會煎魚燙的店 每次都會煮他們而已 因為一般的店家 不知道要怎麼煮魚燙保持新鮮 到晚上又不會有臭臭味 剛才煎好魚燙吃起來 真的很脆又爽口 雖然是真的沒有臭臭味喔 這個蜜蜜兩是店家的另外一大招牌 老闆就算單一隻蜜蜜 可能是一天就要用到十斤耶 我們現在很高興邀請到我們的 創始人的紅頭和洪老闆 來給我們做一個感謝喔 洪老闆你好 你好…感謝… 謝謝… 你吃飯嘛 你只吃肉在皮 吃軟軟Q筋 好 給你接蒟蒻者 你這個蒟蒻做得太甜甜 不會油呢 不會啦 不會油啦 QQ啦 所以… 差不多這樣 盡量了 油就把它加一點 皮是肉 皮是肉 肉喔 是夠Q了 夠Q喔 很香耶 吃到家裡會很重的 會這樣薄薄啦 甜甜啦 吃到軟軟QQ啦 這個軟軟QQ 它的肉真的不像它的軟軟Q在裡面 對 它的那個時間要不要烤一下 你烤這個如果好起來 你師妹都一樣 你如果要吃好吃 你就時間要去沾 現在就是有真的很傳統的家鄉味 對啊 但沒有比較吃的那種家鄉味 招牌魚嘛 招牌魚 招牌魚 吃一吃 對 你才會推薦 我說為對它吃到好吃嗎 沒有 好 好 裡面是湯的耶 這個裡面是軟的 還有醬 怎麼跟媽媽煎的不一樣 以前的人有以前的傳統味 聽說這個芋子很厲害 對吧 有什麼 芋子煎起來開始說幾顆 幾顆 對啊 看這個沒有勾分 我們兩顆 兩顆這樣 嚼嚼下去煎 老闆說是開始創藥的時候 因為剛才煮金上的困難 今年之後並不是很順利 好早就當時另外一間 牛老鱷的老闆 情義相挺 才大大熬出頭 慢慢才有今天這樣會好生意 老闆為了要跟我們這段過程 總之中點名合作老鱷推廣飯 問他成功的壁館 他說一開始百間店 像我肉色飯不一樣 他就賣十五 先以賓師的介紹 金國客 才用好吃和特別的料理 來溫定客玩 讓客人吃了一次 還會想要回來再吃 老闆說 做嫌利以前也不燙 想要一步冰天 要一步一步慢慢來 先將料理的咖啡做好 這還以神奇的心去對待 美情的客人 這樣做久了 自然就有咖啡了喔 嘿 你都知道說 我們的三多三家 還有這幾間 一斤突起的金銜好店喔 所以說 來到這裡 除了這次百貨公司以外 只要你所介紹的店家 你絕對不可以拉到去喔 一會 瑤瑤要帶大家去哪裡呢 介紹生活 你就知道喔 Bye Bye 還有專門配方的Q蛋餅 可是前庭高中的客人 每天都要來上一份的必需品喔 這間每天都可以 酒吧來吃的烤鴨店 皮脆肉嫩的烤鴨 加上店家 特別這座的麵皮和甜麵醬 吃下去 保證讓你口吃流香 你還會聽過用 韓智魚仔做的飲料 你還想要知道 韓智魚仔做出來的飲料 喝起來是什麼滋味呢 一會繼續收看就知道喔 好 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 吹電鍋到一大顆的車 小天啊 大家叫人好嗎 我來請客戶你 姐姐的照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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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養我們的館子 開花也會帶你出來走一走 節節了